欢迎收看NG HGF60i2发动机安装测试教学系列视频 这一期视频我们将介绍发动机在测试台上的安装以及电气游路的连接 首先将NG HGF60i2发动机放置于平整的桌面 打开包装 准备好安装所需的配件和工具 将酒精倒在无尘布上 在发动机安装座舵机安装的位置进行擦拭 擦拭干净并晾干 将3M双面胶的一面粘贴在舵机安装的位置 按压贴时 注意保留3M胶的另一面称值 等安装舵机时再撕下 将配套的螺栓加装垫片 插入发动机安装座 发动机安装座水平放置于桌面 将安装立柱套在螺栓上 对照发动机底座的安装孔 将发动机垂直放入 注意对孔前 先确认发动机化油器与舵机安装的位置在同一侧 加装配套的螺母 对照使用配套的搬手 进行紧固连接 分别将4个减震柱安装在测试台前端的安装端板上 使用配套的螺母进行装配 注意在此处没有使用搬售对螺母进行紧固 防止用力过大 对测试台内部的扭力传感器造成损伤 在测试台端板上安装排气筒消声器支架 使用配套螺栓进行紧固连接 调整发动机位置 使测试台端的螺柱通过发动机安装座孔位 加装配套螺母 使用配套的搬手 将减震住两端的螺母同时进行紧固 抵消扭矩 以免对测试台内部的扭力传感器造成损伤 螺旋桨安装应保持螺旋桨桨面方向与飞机航向一致 使用配套螺栓及桨垫进行装配 依次对螺栓进行紧固 注意螺栓紧固时 依次按对角 顺时针方向 分阶段紧固 安装整流罩 使用配套的螺栓紧固装配 发动机与测试台的机械连接部分装配完成 撕掉3M胶上的衬值 将舵机粘贴到位 按压粘接牢固 舵机摇臂在舵机形成校准后 再安装在舵机上 再安装在舵机上 校准前不用安装 将舵机信号线通过延长线接入测试台的油门控制信号接口 CDI控制盒上标注B字母的高压线接发动机的后缸 标注F字母的高压线接发动机的前缸 最后将高压帽按压安装到位 注意 如果前后缸高压线互换将会导致发动机的火花塞不点火 发动机不能运转 将CDI电子点火器使用3M双面胶粘接固定在测试台端板上 点火器的供电插头接入BEC供电线接口 点火器的传感器线接入发动机传感器接口 CDI电子点火器安装完成 将排气管装配到发动机排气口处 使用配件及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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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气管销声器固定安装在销声器支架上 在发动机的进油口安装进油管路 将螺旋桨防护罩安置在预定位置 使用螺栓进行紧固连接 测试台防护罩安装完成 NGHGF60i二发动机安装 以及电气油路连接完成 感谢您观看本期发动机测试安装视频